我热爱空手道 当我专注在目标 享受过程的时候 一切就已经完美了 这个可爱的女孩是文姿云 今年也代表台湾出战冬奥 这段旅程也带给她许多启发 她是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呢 代表她的买味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欢迎文姿云 你观察台湾的年轻运动员 有没有特别的潜力与优势 是其他国家比较少见的吗 我觉得我们台湾选手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有股傻劲 那傻劲就是什么都不要管 什么都不要想 做就对了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 你遇到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今年最后一场的奥运级分赛 那对我来说 这场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我人生的一个转类点吧 因为其实打国际赛这么久以来 我很少在比赛场上失利 当下第一个想到的是 哇 我没有机会了 我可能没有办法打奥运了 没有办法接受 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检讨说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 那我当下唯一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断地哭 然后一直哭一直哭 很像一个不知所措的小女孩 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因为我不敢把眼睛闭上 我不敢去回想 当下比赛发生的那个状况 宣戏完隔一天 因为你也累了 所以可以很冷静地 听到教练的声音 然后去检讨说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我发现自己真的太想要 太想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有太多的期望 然后太多的支持 那我把这些力量 把它重重地背在我的身上 在这段时间调试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可以慢慢接受 就是选手永远不可能站在巅峰 然后比赛其实就是有输有赢嘛 所以你现在对于那个比赛前 上场的心理负担 是不是也有一个比较好调试的方法呢 我会把我的想法转换 就是在追求目标的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如果我们太在乎那个结果 而当我们没有达到那个结果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认为 前面经历的一切都白费了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不是你今天要拿牌 你的训练才有意义 不是你要得奖 你才是一个演员 是一个歌手 而是当你专注在你所经历的每一刻 然后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 你已经完美了 包括今年要比的奥运 其实把时间拉长来看 其实这个只是我人生中一个小点而已 我觉得如果你把你每一个当下很认真的去对待他 然后把每一个机会都视为挑战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 因为你很珍惜你的每一天 跟你在乎的事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